在西子区的厚德里的老人贡餐 今天刚好碰上了重阳节 中午除了有许子会带来的家菜精之外 志工也忙着准备油饭、猪脚以及红蛋 要来祝贺长者们重阳节快乐 上午11点半厚德里老人贡餐热闹展开 志工们早就准备好美味菜肴 等着长辈们上门 今年很碰巧 这个星期三刚好就是久久重阳节 志工们特别提早准备了猪脚还有油饭 以及红蛋还有一个苹果 为长辈们庆生 今天是重阳节 也刚好是星期三 我们老人贡餐 所以我们今天有准备比较特殊的 就是油饭、猪脚还有苹果 还有一颗还有红蛋 给老人吃 所以准备了很多 我们今天早上也很早就出来忙了 厚德里的老人贡餐 我们联系已经几半五年了 那今年是刚好是第四年做这个久久重阳节 那非常感谢 不管是福人社或狮子会 他们都来热情的参与我们久久重阳节一个活动 那今天刚好 我临时有事情出去办理 那刚刚听说人数蛮多的 志工们不怕辛苦 因为这次准备了油饭比较费功夫 所以一大早五点多就来帮忙 当天狮子会也来做社会服务 捐赠夹菜金 希望厚德里老人贡餐能够长长久久 而在这专属长辈的日子 当天贡餐的菜色不一样 老人家吃的很开心 有有 很好吃 对 今天不一样 对 特别的 谢谢 辛苦了 今天有油饭 乳蛋 还有猪脚 还有一个是苹果 水果 姓重阳的菜色喜欢吗 很高兴 做得很好 因为刚好是久久重阳节 那进驻久久重阳节 所有的老人家能够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这样 所以说今天也是照往前一样 都是油饭猪脚 那我们的志工都非常的努力 他们都是自己采买 然后来做这个共餐 那五年累积下来 已经达到两万四千多人士 来吃这个老人共餐 那符合我们新北市政府说 提供这个老人共餐 让老人家能够走出来 每位长辈都有一份猪脚油饭 也祝老人家重阳节快乐 现场几近一两百位的长辈们 一起来共襄盛举 气氛好热闹 这条慧林 细子采访报道